婚礼时间 苏尔德之家 La Maison de la Sourde 他的创作者是 李西安·毕沙罗 也就是卡米耶·毕沙罗的长子 那我们现在呢 是在巴黎的卢森堡博物馆 举行的展览上 看到了这样的一部作品 这个展览主要回顾是 卡米耶·毕沙罗的作品 同时呢也包括 他的家庭的一些创作 包括呢 《大儿子李西安》 这幅作品呢 是创作于1886年 现在保存在 牛津大学的 阿什莫林博物馆 李西安呢 很依赖他的父亲 不时给父亲写信 请教一些问题 他敬佩父亲 在艺术方面的修养 而卡米耶·毕沙罗呢 也很爱他的孩子们 经常教他们画画 他很高兴几个孩子 跟他一样的热爱艺术 特别是专子李西安 李西安不仅跟夫妻一起 创作还共同参加了 第八次印象派画展 混年时间 法国巴黎